聯邦衛生部今天公布的數據模型顯示 未來幾個星期 Omicron將繼續推動本國創紀錄的感染和住院人數 Omicron的傳播能否導致疫情最終結束 亦被認為很難斷定 蘇漢文報導 聯邦衛生部預測 今個月Omicron感染可能達到每日17萬宗的峰值 這是對真實病例數目的估計 而不是官方報告的病例數 每日新增住院人數可能激增到2,000至4,000人 遠高過歷史高位 自從12月以來 在醫院接受治療的患者人數回了兩倍多 另外平均每日有82人死亡 雖然感染人數遠超過前幾波疫情的高峰 但病例數目可能達到峰值後急劇下降 由於基數較大 在下行階段的病例數目 還是高過前幾波疫情 衛生官員表示 現在無法判斷何時能實現群體免疫 以及Omicron的傳播 能否導致疫情最終結束 衛生部的數據表明 未接種疫苗的人 因為感染住院的可能性 是完全接種者的19倍 本國仍有超過650萬名 符合資格的國民還未完成接種 而5至11歲兒童的疫苗覆蓋率很低 只有4成8的兒童 至少接種過一劑疫苗